Hello 大家好 我是银森的阿森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我的行李 大家應該有發現吧 我染了一個非常浮誇的頭髮 我今天才去染的 然後...好 進入主題 我跟阿英要先參加一個三天的課程 那它是沒有復住宿的 所以我們住在台北的Airbnb 然後是四天三夜這樣 所以今天要分享的是我四天三夜的行李 衣服的部分呢 外出服我放在這個最大的網袋裡面 那內衣褲跟襪子跟一些就是保暖衣之類的 我放在中的網袋 然後最體層我有放浴巾 然後睡衣跟一些彈性增減的衣物呢 我就立著放在行李箱的角落這樣 我之前有做過一個跟收行李技巧有相關的影片 那大家可以去看看 然後因為這個銀隊有要求一天要穿制服 所以我就把我整套制服放在最小的網袋裡面 然後網袋的時候就可以直接用網袋放在背包裡面 再來這個袋子裡面我放吹風機跟自動捲髮器 那因為我頭髮比較長的關係 所以我通常都會帶自己的吹風機 這樣子吹比較快 盥洗用具的話 我用這個袋子裝比較大的東西 像是卸妝棉啊 洗面乳 梳紙 沐浴乳 洗髮精 護髮乳 還有隱形眼鏡的藥水 那還可以放塑膠袋在裡面裝穿過的襪子之類的 我覺得多帶一點塑膠袋會滿方便的 那其他的小東西我放在這個KITTY的化妝包裡面 那有各種試用包的化妝水 化妝棉 髮圈 飾品 還有一些我常用的彩妝保養品 那如果你們對我平常用的彩妝保養品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會做相關的影片 乳液我分裝在隱形眼鏡的水盒裡面 我覺得這樣帶出門超方便的 然後這個是鞋帶 然後我在裡面多裝了一雙替換用的鞋子 因為有時候可能下雨會弄濕 或只是為了服裝搭配 總之我出門通常都會都帶一雙鞋子 那關於穿搭的部分的話 之後還會再發一個影片 那大家敬請期待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請幫我點個喜歡 那我們每個禮拜一晚上7點會準時發布影片 寒假因為比較有空 所以禮拜四晚上7點也會有新的影片 那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開啟小鈴鐺就可以收到通知 那麼也別忘了追蹤我們的Instagram 我們會在上面放一些比較生活化的照片 或是限時動態之類的 那麼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下部影片啊 immin